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专家教路 又是我 Dr.Joseph Lang 今天当然是跟大家讲一下 五号人格是怎样一回事 五号人格也是另一个人格 我经常形容在这个香港社会里面 对它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这个误解在哪里呢 通常人们会说五号是思考型 科学家 智学家 很喜欢追寻知识 情感抽离 我经常说 除了情感抽离这部分稍为重一点之外 其他那些 是不是就代表了它一定是五号呢 我曾经有个学生 他告诉我 他在第二度 读完九年人格 他已经知道自己是五号 我说 你为什么会知道自己是五号呢 就是因为他告诉我 他读了五个不同的碩士 我说 读了五个碩士 就叫做五号 不是吧 其实五号不是这样看的 要真真正正正明白 五号内心对这个世界的心色 究竟是怎样 那我们就要从这个方向去看 我经常说 五号自出梁汤开始 来到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一个字都说了 贪 贪心的贪 在他意识形态里面 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里面 全部都是走来 好像磕索自己的那种感觉 但是 自己所拥有的资源 去面对这些贪 这些被磕索的感觉 实在有限 所以形成到 在他人生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 省 省得就省 用最少 立最多 同时间 所有东西 尽量去保存 所以我经常说 真正要去明白什么叫做五号 重点不是说他很喜欢追寻知识 重点是说的是什么 是保留资源的意识形态 在他人生里面 感情 都是要省住小 体力都要省住小 钱就固自然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 阿周啊 你好像说到五号很沽寒 我经常说 对呀 五号人的内心的心识 全部是一种论识性的思维 是真是沽寒的 但接着有个五号就走去跟我说 你又不要说到我们五号真是很沽寒 因为呢 当你一说沽寒的时候 就会想到 这五号应该连旗都不买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记住 五号重点的是 要有效益去洗他的资源 这个是他内心的心识 谁说五号不会买旗的 有些五号告诉我 他很喜欢买旗的 因为用五元买完之后 贴了一张纸在里面 第一又可以做善事 又可以告诉别人 你不要来抢我 不要来抢索我 那五元多抵用 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 你或者可能是一个五号 所以我经常说 真真正正看一个五号 不是摆于一个重点 在我追寻知识 我有多少个碩士 就为之叫五号 说的是 你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 都是说着 省住省住洗 每一元每一毫 感情体力 全部都是省住省住洗 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公司就有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